当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排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可能出现了那么一个男闺蜜 我只是比较习惯她对我的照顾 但是我心里面真正在意的人一直都是你 说实话 这半年来我压力真的挺大的 包括去实习 每个月要在两个地方来回跑 然后包括跟你吵架各种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天这么忙 我每天是在忙什么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肯定要经历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重心 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这么长时间 应该能够共同度过这一段时间 但是我就最后却是这样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生活都一样 行了 诚实地面对自己 幸福就离你不远了